來 接下來我們林朱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登上王位嗎 來 美玲老師 好 我們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就是五顆對一顆 然後第二組就是五顆對兩顆 第三組是五顆對三顆 第四組是五顆對五顆 第五組是五顆對六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來 你要幾號 我要幾號 我喜歡多一點的 我要五號 五號 來 好 請萌老師 我中庸一點 選三號 三號 我選二號 憲哥選二號 我要四號 四號 我選五號 你選五號 耶 小萌老師跟我一樣 只有第一組沒人挑 只有第一組沒人挑 好 第一組給我 來 那我們先從這個 士誠哥跟小萌的開好嗎 我們先來看 莫蘭迪黑其實也很多人喜歡挑的 你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呢 我們來看 這個我們恭喜你 這在商場上 這是非常好的 因為現在大家 因為這個景氣不好 所以很多的這個商機都緊縮了 這個在商場上能夠登上王位 就代表說你已經找到新的商機 也會有新的商機找上門 所以可以去看看我們未來 雖然說這兩個月大家要稍微緊張一下 但是我們第四季還是會好的 所以你去看看你還有什麼商機 只要找到商機的話 還是能夠登上王位的 這個廠商會主動找上門 那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阿湯哥跟觀眾朋友挑的這個第四組 是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 這個我們恭喜你在公司方面 這個你公司的小人離開了 公司的主管 他已經卡在那邊卡很久了 終於你可以登上王位了 所以就是說也很多觀眾朋友 也可能在公司裡面表現了很久 但是老師不被你的主管 不被公司看見 這個時候你的才華被看見 所以你終於能夠登上王位了 我們恭喜你 那再來就是我們啟鵬哥 跟觀眾朋友挑的 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呢 這個我們恭喜你 這個在愛情方面 很多人在另一半 在另一半的角色裡面 永遠扮小咖咖 這個時候你終於可以在你的感情世界裡面 登上皇上或是皇太后了 有時候講話很難另一半就是認可的 現在很多人都是另一半比較大聲 那你都是小聲 在這一個月終於可以登上王位 所以你想要在你們兩個夫妻之間 或情侶之間有什麼要去要求的 或是想要去做轉換的 在這個時候 趕快提 趕快提 因為你真走當運的時候 可以跟他做一個溝通 這個時候就能夠協和了 我們恭喜你 然後我們來看憲哥的 我們看憲哥跟觀眾朋友 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呢 這個就在家庭方面 有的人在外面 在外面就是非常的好 但是在家裡講話是沒有 不能有聲音的 但在這個時候 在家裡終於登上王位了 所以 很多人是這樣 在事業上叱咤風雲 但在家裡講話是可能回到家裡 家裡人不願意聽你的聲音的 但這個時候你可以在家裡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登上王位的時候 可以好好的去表現你的意見了 然後這個時候可能在家裡 可以重新去調整你的地位了 終於可以登上王位 然後篤霖今天你真的 我聽老師的話就忘記了 你會仔細東來 謝謝老師 我們看篤霖跟觀眾朋友 在哪一方面能夠登上王位呢 這個我們就恭喜你的 在財富方面可以登上王位 100塊 不忠不搶 用等的 用減的 對 終於等到了 這個就是說你在這方面 在財富上面能夠登上王位 就像篤霖最近不是都在直播嗎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直播 那可能你之前直播都沒有人看 那現在直播呢 你登上王位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廠商來找你置錄 或找你廣告 所以我們恭喜你 來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來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我要找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場平足變成人生勝利足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